在中国大陆颇有名气的军旅歌唱家董文华因为远华案被封杀12年后 最近高调全面复出 大陆官方媒体大篇幅的报道 董文华将在总政歌舞团60周年纪念的演出中 与颜维文共同挑大梁 由于外界对于董文华的争议颇多 因此对他的复出原因也猜测纷纷 但多数分析认为 董文华的复出显示封杀董文华的江系人马已近末日黄昏 据大陆人民网报道 中共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将从5月13号到6月2号 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纪念建国60周年的演出周活动 总政的众多大腕明星出席了3月29号的新闻发布会 其中最吸引媒体眼球的就是曾被封杀多年的军旅歌唱家董文华 这是他继2012年安徽春晚后的第二次高调亮相 不仅如此 娱乐媒体也以总政舞台演出同庆60周年 董文华言为文挑大梁为题 正式向外界告知董文华的回归 对于董文华的付出 远华案黑幕艺术的作者盛雪认为 这代表了中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 中国社会不管是文艺体育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 它都受制于一个现象 那就是政治方向 就是中国所有的事情实际上呢都是由政治气候来决定的 那么现在它能够再重新付出 那么当然说明中国的政治气候变了 微博大人蝶翁也在微博中指出 要说声势浩大的军旅歌坛不乏唱主旋律的人 为何董文华选在这个时候付出或被付出 答案应该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直压着不让他出来的那几个大头目已经完蛋了 而让董文华付出却是一种借机表态 11年前董文华由于被牵扯上号称中国第一大走私案远华案 而遭当局封杀 他呢当时是受到远华案的影响 而被禁止演出 那么那个情况呢 我在后来采访赖昌星这个当事人的时候呢 他也跟我说到过一些细节 在赖昌星的事件爆发初期 董文华确实通过他认识的朋友 那么帮他收过情帮他转过信 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他在中国的这个舞台上被禁演了许多年 后来有媒体透露 董文华其实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江系大员罗干 而被罗干利用中央机关报等党媒彻底将名誉搞臭的 据报道 罗干命令记者给董文华造谣 污蔑他是赖昌星的拼头 并且涉嫌走私 使得董在民众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中国特别是在文艺界 演艺界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的 就是说共产党自抵他 也是一再的强调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宣传统 跟一般的 一般我们所理解的 在这个西方社会的 这种艺术界 演艺界 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呢 如果一个人 你不能够完全去顺应中国的这种政治气候 你不能够去把握这个政治脉搏的话 那你肯定会出事 2007年 周永康接任罗干的政法委书记后 成为江泽民的头号大手 据报道 周永康利用政法委命定 威胁各地方 不许董文华出来招摇 使得董文华被连续封杀多年 直到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台后 董文华才慢慢地出现在大众媒体面前 对于董文华的再次登台 媒体评论认为 这不仅证明了他的无辜 也标志着残害无辜的政法委和江系血债派 从此不再一手遮天 这个意义在于 军队总政治部借此公开宣告 与江泽民血债派的彻底分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